早晨各位 今天和大家聊聊面子工程 人體最大的氣管在哪裏呢 就是我們的皮膚 一個是一百萬的問題 人體皮膚最漂亮 無論你去到八十歲九十歲 或者是嬰兒也好 最漂亮的皮膚在哪裏呢 就是屁股 最差的皮膚在哪裏呢 就是臉 為何是這樣呢 就是關於UV的事 如果在五十年前 我將我的臉像屁股一樣 一路都罩著 不見天日的話呢 我到了這個年紀呢 我的皮膚應該都好像 我的屁股一樣 彈彈水暖的 講回正經話 因為人的皮膚是分表皮 真皮和皮下組織的 表皮是一張紙巾薄的 我們平時塗很多保養品 都是保持著表皮的 更加深層次的是甚麼呢 就是那個真皮 我們塗這些東西去不到真皮 因為表皮阻擋了大部份的保養品 而真皮是最重要的 對皮膚來說 為甚麼呢 真皮是由Colagan 膠原蛋白和安基酸組成的 這個是攤靚的人 每天到客都要吃豬骨 吃雞爪 想補充那些東西來的 那麼玻尿酸是甚麼呢 你當它是海綿 一個份子的玻尿酸 可以吸收500倍的水份子 所以 嬰兒的皮膚為何那麼水亂 那麼光澤呢 就是因為足夠的玻尿酸 到了30歲時 人體的玻尿酸 剩下嬰兒的65% 到了我今年的年紀 剩下嬰兒的25% 剩下四分之一 所以為甚麼呢 為甚麼說上了年紀的人 很dry 就像我那樣的年紀的人 就是因為 碎月是一張殺豬刀來的 碎月會帶走 我們天生的水潤的玻尿酸 皮膚就失去了 草水的能力 變得很暗塵 很老化 很dry 不會再要光澤 都不會漲漲漲漲 凹了 一凹 當然皺紋 抹皮 出來了 所以玻尿酸的人體 真皮層最重要的 保濕物質 你當作水庫來的 只是儲存著水 如果你有方法 打了玻尿酸 就會被身體內的 玻尿酸酶 慢慢分解代謝 跟人體完全融合 是一個安全性比較高的 護膚物質 我今天做了皮膚療程的第三天 感覺是甚麼呢 大家看不看得到 我自己的感覺是 皮膚變彈了 我聽人跟我說 覺得皮膚好像白了 我做了甚麼呢 現在去片 這就是傳聞之中的水光窗 現在幫你皮膚 補充水分就靠這個 它是打了玻尿酸進去真皮 今天是做完水光窗的第一天 給大家看看已經過了十幾個小時 當然臉部的針孔全部都燒光了 我打了去斑的關係 其實斑是淡了的 之前這塊斑很深色的 感覺就是 好像臉部白了 我現在沒有用任何的濾鏡 沒有任何的P圖 是圓鏡接觸的 我感覺最重要是 我覺得臉部的彈性就好了 這條頸是沒有做的 你比較一下 這條頸按下去 我覺得很久才會彈回來 那臉部好像是這樣 就是漲漲漲漲了 水分多了 感覺是這樣 這個是第一天 他說應該是兩三天以後最明顯的 然後我明天再拍 由老街達三個站 達三號線 達三個站 就來到華新站 這個站的私出口 就是這間酒店 這間叫Pavilion Hotel 中文叫做中州聖庭院酒店 二樓就是我今次要去這間診所 醫美中心叫秋途 這間酒店是八年 凍刀那些是屬於整容 整容屬於外科 醫美這邊屬於皮膚科 2008年已經建立秋途美容 到現在已經有16年了 是深圳其中一間最大美容的連鎖店 我眼睛看前面 眼睛在OB上 我正看會有三處看 這個叫做皮膚鏡 檢測移 現在看看我的皮膚怎樣 是的 就好了一段時間 後面有可能防曬沒做好 因為在外面拍 因為我是拍女優節目的 我們現在一起進入 秋鑑微生的世界 我們在外面 我最記得有一件事 外拍的時候又跑出來了 那會有這種情況 這個這麼多色斑 這底下好多的色素 對不對 對 這是什麼是黑色的 證明連就是護衛運動比較多 和太陽打交道太多 正常的 這邊就是紫外光的曬斑 就是曬出來的色斑 你看看多少 它可以知道 我經常跟陽光打交道 就會變成這樣的了 還有 中色斑是什麼 中色斑呢 它就是比剛剛紫外線色斑 再深一點 它主要考慮的是真皮層的色素問題 比如說也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紅色斑 它是複合性的 這個斑就比較複雜 其實這一邊 其實是曬出來的色斑 我打過一次 不過現在 由於年紀大的關係 又走出來了 這個斑比較難搞 是 但是用平掃的方式 順便把整個面部都掃得 變漂亮變白印 我已經想白一點 對 曬太黑了 對 我們這邊拍一個出前照 哈哈 你坐下來就可以了 要試前照片 待會就比較after 這個是治療室 對 剛才做了一個很詳細的皮膚分析 今晚就對症合藥了 醫生就說 接下來會和我做三個療程 第一個療程叫舒敏之星 對 就修復皮膚裏面 有些紅色的色素 曬出來的 第二個就是色素管理激光 就是彈化了我的黃學斑 因為黃學斑都幾厲害 這裡你看到一點點那些 就是第二步 就用色素管理激光去做的 然後怎樣補充一些原氧呢 它做兩個水光針 一個叫做泰滬燃氧水光針 一個叫做巨補水燃氧針 是的 巨補水水光針 這些全部每個人做的療程都不一樣 它看著你的皮膚的狀況 對症合藥的 現在就開始 第一個步驟 睡在這裏很舒服 我想睡覺 睡在這裏 其實我只想睡 這個洗面奶 清洗一下 它現在都是用洗面奶 幫我清潔皮膚 剛剛問了這位姑娘 最受歡迎的療程是什麼呢 美白 補水 抗衰老 這些都是最受歡迎的療程 美白 春三十五分鐘 嗯 有不舒服的你就說 好 好 謝謝醫生 沒事 這個是極光去斑的是吧 對 嗯 我們需要蓋上眼睛去做 好 先做這個色素高特 它是有點刺刺癢癢的 嗯 好 先試一下 可以接受嗎 可以 啊 這個就舒服很多了 現在換了一個毛了 這個是亂膚的模式 就是暖暖的 就不刺痛了 剛才呢 第一個模式叫什麼呀 叫美白模式 第一個模式叫美白模式 那個就痛一點的 那些是打斑的 因為我們平時曬得多 醫生都解釋了 其實一個月都要打一次的 因為我們夜都曬太陽 就是要吸收了好多黑色素 就靠激光呢 就打走黑色素 就美白的效果 那現在最痛苦的階段 就是這個激光 第一個比較痛一點 第二個不同 第二個很舒服 這個激光打完了 我們舒緩一下 現在是膚麻是吧 對 舒緩 膚麻是不是麻油 現在就塗一些面霜打個底 膚麻的時候就不會反紅光 這是保護的皮膚 這時候呢 兩層層的 有些少麻的感覺 就把皮膚整頂 還有沒有那麼容易痛 那我的皮膚像多少歲的呢 你的皮膚看起來很年輕 真的假的 你對紅我那麼開心 這不是紅的 真的嗎 確實看起來是狀態是很年輕的 大概多少呢 反正不像我是 大概就是 感覺很多三十歲的 跟你的皮膚都沒法比 都沒有你得好 真的嗎 現在麻藥就要敷20分鐘才有效果 現在就休息一下 現在會打這兩款水光針 幫我補充一下 那些上份和那些水份 大家都知道玻尿酸很重要的 我們平時 護膚的時候 需要塗玻尿酸補充一些水份 不過你塗的時候 去到表皮 現在這部機就不同了 這部機打去到真皮 是嗎 是嗎 OK 沒有 完全沒有感覺 因為我塗了一些麻 皮膚已經比較麻煩了 現在打下去其實是沒什麼感覺的 我問醫生多久打一次 他解釋最好一個月打一次 那為什麼呢 原來皮膚身份代謝的周期是28天 所以最好28天 一個月打一次 這個水光腸 就可以令皮膚很飽滿 還有充滿滋潤的水份 我剛才問醫生 大家知道有些男星打完之後 打完針 雖然這個不是打針 這個水光腸 打完針之後 臉皮膚很膠 而它打水光腸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呢 它就說不會的 因為這個水光腸裡面 就沒有那些膠鏈劑 那些是排泄不到的 大射不到的 它留在皮膚裡面 會讓皮膚變成膠化 這種水光腸它完全會大射 它自然地會大射出去 所以就不會有任何的好位置 現在換了一支針頭 這支純粹是補水的 我好像有水在皮膚裡面流動一樣 就像剝了鱼的雞蛋一樣 通常香港打這些水光腸 都說很迷信 是不是韓國機 或者是盡好的機 其實現在國產已經很先進 無論藥或是機 國產發展了這二十幾三十年 已經完全追得上韓國的水準 嘩 臉很恐怖 這樣打完水光腸 因為始終是針的關係 所以看到臉會比較紅 待會敷面膜 我剛才問了醫生 效果什麼時候看到呢 也要幾天時間 讓那些玻尿酸滲進去 剛好過幾天開始拍節目 之後他就說 最重要的兩件事 第一是美白 第二是滋潤 我希望在鏡頭前面 可以令大家互然一身 下一步就是敷面膜 和黃激光 令臉可以舒緩 解釋了這支是醫學的面膜 毛菌的面膜 因為臉剛才做完水光腸 有些紅色在這裡 這個主要令你消退了紅色 接著現在就是照15分鐘的黃激光 剛才姑娘說了聽 6小時之內就不可以洗臉 因為剛才做了這個治療關係 可能傷口還未吻合 6小時後就可以洗臉了 現在塗一些舒服的藥膏 好 搞定了 是否立即白了 是否要光澤 是否要光澤 要白了 年輕了十年 哈哈哈哈 我也想 其實做這些療程 在香港是相當貴的 大家知道打一個水槍針 是說1000多元 去到4000多元都有 來到深圳 當然到了最重要的時候 就是為我粉絲 毛取一些粉絲的福利 現在跟院長談好了 有好東西 當然要抑嚇我的粉絲 現在有三大粉絲福利 包括新人道遠可享2000元券 打車費用報銷 以及支持港幣支付1比1回律 令到你真是換言一生 好的 拜拜 拜拜 拜拜